1999年由岳伟信指导了暴烈刑警 剃了寸头的吴妈 刚晒黑没多久的鼓仔 两人的颜值巅峰让人如此怀念 在《杀破狼》《导火线》和《夜问》之前 《夜伟信》是将艺术和商业平衡的最好的年轻导演之一 他的作品常常流露出强烈的人文关怀 敏锐的社会观察及引人怒胜的黑色幽默 譬如他可以把《望角风云》里的蛊惑仔世界 拍出一丝丝浪漫 惆怅 落寞 也有能耐把朱莉与梁山博这样的小格局黑帮片 拍成一部轻盈的爱情小品 当江湖人物想要偏安易于的欲望 与他的身份形成落差 自然就有了那种荒诞悲剧的味道 天明爆裂刑警或许会让你联想到 由陈家上指导的那部金像奖之作《野兽心境》 不过两者的画风截然不同 本篇透露着一股骚情文艺的气息 譬如用大量的可乐特写镜头来隐喻人生的希望 又或是多次将古天乐和吴振宇的身影重叠在一起 暗喻了两者相同的人生轨迹相似的命运 本篇依然是夜伟信避风港湾式的剧情故事 所以他刻意以传统军匪剑风格拉抬了距离 并开场匪徒与警察的短冰相接画面 BGM却是激烈的电子打鸡月 估计也只有夜伟信敢这么玩 才不会被口水淹没 枪战戏过后 后阵间才真正开始 为方便监视遗犯 麦克和阿仁搬到了一个失忆婆婆家中 婆婆将他们当作儿孙一样对待的善良举动 也让两个冷漠的警察找到了家的温暖 短暂且平静的生活中 阿仁爱上了学生美 而麦克也练上了洗衣店 被男友遗弃的孕妇 五个本不相识的人 却犹如一家人一般团作吃饭 大量生活化和碎片化剧情的堆砌 使得这部警匪片多了一丝温暖 在这部电影中没有什么警察 我们更多看到的只是普通人 那么既然是普通人就会犯错 麦克和阿仁为了帮两个女人 获取赡养费 决定吞掉汉匪的赃款 悲剧就从这一刻开始 小麦就不在这里过多剧透 电影按照张池张池的剧情结构 有序推进 常常是一个温馨且生活化的片段过后 又来一个紧张的抓嘴场面 但屡屡被精心安排的黑色幽默所化解 还有大战的爆发也安排得非常巧妙 匪徒和警察意外地撞到一起 双方剑拔弩张 谁也不知道谁先出手 这与片头也刚好呼应 显得格局工整 又不落朝旧 值得一提的是 吴妈用精湛的演技撑起了全场 尤其是中枪后的麦克到在贩卖机旁这场戏堪称经典 没有演员与之交流 也没有一句台词 却充分表现出了超越生理痛楚的人物内心的悔悍 只有吴振宇能演好叶伟信作品中 离经叛道又有恪守传统的人物 你可以说爆裂情景是文艺片 说它是爱情片 说它是喜剧片 它偏偏就不是一部警匪片 因为叶伟信这是用警匪篇来写诗 随心发挥 不寻徒守折 这才是它的本色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